YO 大家好,我是汉哥 今天来整理一下2022年羽毛球赛季的一些重要赛事 首先第一项重要的赛事要属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 而亚洲团体赛基本上就是唐优北的亚洲区入选赛 因此对亚洲各国来说都十分重要 那大马获得了今年的亚洲团体赛的主办资格比赛 将在2月15日在沙亚南举行 而这也是大马去2018年之后再次举办这项赛事 预计这次会有各14只男女队一起来争夺进入汤优北决赛的资格 而在上一届赛事 印尼收获男团冠军 而大马则是亚军 印度及日本则是收获第三名 至于女队方面 日本和韩国分别收获冠亚军 而大马及泰国则是收获铜牌 当时中国和香港因为疫情关系而没有参赛 而欧洲、反美及非洲也会同时举办团体锦标赛 以争夺汤优北决赛赛资格 而在汤优北决赛圈方面 比赛将在5月8日到15日在曼谷上演 由于2020年疫情关系 比赛被推迟一年举行 因此是向李英两年举办一阶的赛事 将会在时隔一年之后再次上演 去年的汤优北冠军印尼队 及优北冠军中国队 势必会想办法保背 而其他国家也一定会努力去争夺这两座奖杯 期待明年各国能够有一支完整及更强大的球队来比赛 而于汤优北同期举行的冬运会方面 大马在上一届赛事中收获三金二银巫童 因此这次虽然派遣年轻小将出战 但相信鱼总还是会希望能够争取到好成绩 而我们也希望年轻选手们能够拿出表现 趁着这个机会强势崛起 另外两项重要的赛事还包括了亚运会及供运会 在亚运会方面 比赛将于9月10日在杭州开打 这项亚洲最大的综合赛事的羽毛球比赛分量也是十足 毕竟许多优秀的选手都来自亚洲 因此要躲得奖牌绝非容易的是 上一届比赛 大马羽球队未能收获任何奖牌 希望这一届我们能够有所突破 再拼一次 而在7月份举办的供运方面 大马在2018年的赛事中 收获二金一赢二投 今年要多排也并不简单 印度南丹的崛起 也会是对我们国家的一大考验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世界鱼联的单项比赛 这个赛季将以印度超级500赛作为开头 并将在印度连续举办三项赛事 之后在3月16日 我们迎来了羽毛球历史最悠久的全英赛 在2021年 李子佳正式在此夺冠 一瞬间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相信今年 他的威冕过程会非常艰辛 但并非完全不可能 也希望我们的男双组合 能够在这项赛事中有所表现 之后各国也会陆陆续续的举办比赛 相信今年如果疫情没有变得更严重 所有赛事将会如期举行 马来西亚也会在6月28日 举办大马超级750公开赛 并在7月5日举办大马超级500赛 最后我们还有市井赛 今年的市井赛将在8月21日在日本开打 现在还说不准谁更有机会获得冠军 但是相信 今年的赛事不会这么繁重 因此大部分的好手绝对不会缺席这项赛事 也让这个比赛有更多的看头了 预计中国队会强势回归 而其他国家也会伺机而动 最后年终总决赛将回到广州 在12月14日开打 这项比赛 也会是这个赛季的最后一项赛事 今年虽然没有奥运会 但是羽毛球赛事还是同样精彩 希望疫情不会再导致比赛断断续续 也希望各国能够更合理的安排球员参加的比赛 真的不希望再看到球员们大规模的推赛了 奥运之后的第一年 注定会有老江推出 也会有新人上位 长江后浪推前浪 希望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球员强势崛起 也希望各个遇到平静的球员 能够有所突破 在新的一年越来越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拜拜